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小楼 今天小楼要跟大家分享了文章 来自作者杜兰军 不知我的苦,别劝我大肚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你一定在生活中听过这样的话 他都道歉了,你就别不依不饶了 忍忍吧,习惯就好,有冲突很正常 孩子还小不懂事,别计较那么多 大过年的,一人退一步,以何为贵吗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 最擅长康他人之楷,表达自己的自卑 遇到冲突,不分青红皂白 就一味地劝说别人要宽容一点 不要计较太多 而从未真正考虑过当事人的感受 这种慈悲不是发自内心的善良 而是一种伪善 有一种毒鸡汤很流行 请感谢绊倒你的人 因为他教会了你独立 请感谢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成就了今天的你 但,伤害就是伤害 再冠冕堂皇 也是恶食一桩 如果非要感谢 就感谢面对如此伤害 依然咬紧牙关 坚强地挺过来的自己 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师 在最后一堂课上 跟他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被一个学生造谣来诬告他 事情逐渐失去控制 他因此失去了工作 还被打断了一条腿 妻子不堪忍受牵连 也弃他而去 后来的后来 事情终于得到澄清 他也终于能拖着一条瘸腿 再度登上讲台 继续从事教育行业 只是没再娶妻 那位老师说 他原谅了当年伤害过他的所有人 唯独那位诬告他的学生 在那个学生 无数次登门忏悔后 那位老师对他说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恨你 但绝对做不到 原谅你 不是所有的伤痛 都值得被原谅 时间能治疗的 只是皮外伤 可心灵上的伤痛 不是一句对不起 就能抚平的 选择不遗忘 那些刻骨铭心的伤害 不是不大度 而是对自己的警醒和保护 不报复 就是最大的善良和大度 电视剧《都挺好中》 有一段情节耐人寻味 苏明成对他妹妹苏明玉 大打出手 毫不留情 苏明玉忍无可忍 报了警 要送他哥进监狱坐牢 马上 很多人 闻风而至 他的父亲 大哥 大嫂 二嫂 甚至二嫂的妈妈都来了 苦口婆心 劝说苏明玉 要大度些 毕竟是一家人 可他们又有哪个 是从苏明玉的角度 考虑的呢 苏明玉的父母 重男轻女 他从小就不被母亲喜欢 被二哥欺负 家里人也不阻拦 成长过程中的无助与痛苦 一路走来受到的伤害 旧痛心伤 终于一并爆发了 他们 却视若无睹 世界上 其实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 真不刺到别人身上 他们就不知道 有多痛 那些不明所以 就劝人要大度的人 看似是为解决冲突而来 但其实是为施暴者 做了帮凶 就如鲁迅说的那样 损着别人的牙眼 却反对报复 主张宽容的人 万物和他接近 让他们怨恨去 我一个也不宽恕 有的伤害 如蚊虫叮咬 涂点药膏 一觉睡醒 便过去了 可有的伤害 无论过了多久 无论怎么补久 都难以修复 伤害 注定会伴随一生 就好比杭州保姆纵火案 一场现实版的农夫雨哲 让人轻声喊意 起初保姆 生性好赌 就跟雇主说 家乡盖房子缺钱 善良的雇主 仅凭一面之词 就借给他十余万 怎奈何 人心不足 舌吞向 保姆非但不知感恩 还偷钱 偷首饰 被女主人发现了 打算解雇他 保姆怀恨在心 点了一把火 酿成了悲剧 年轻的女主人 和三个可爱的孩子 葬身火海 一个美满的家庭 就这样毁了 事后男主人林生斌 悲痛欲绝 但还是坚决追责纵火保姆 和有关责任方 要求赔偿 这时候有网友说 让所有心结 都随着逝者而去吧 还想怎样 甚至有人指责林生斌 适者一矣 还想要钱 燃血馒头啊 面对这样的伤害 试问有几个人 能真正大度地原谅呢 而那些伤害 是一辈子的痛 永远无法愈合 是无论过去多久 都难以释怀的 扎在别人身上的针 可以不去帮忙拔 但请不要恶意揣测 落井下石 是做人的底线 在奇葩说上 马东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蔡康永 却摇头回答道 那不是原谅 而是算了 不是原谅 而是算了 选择继续向前看 不被过去的泥潭困住自己 这并不是对伤害的宽容 而是对自己的温柔 伤痕还在 只是懒得提起 懒得计较了 知我者 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如果 不知我的苦 就别劝我大度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